大家好 很多人在做水蒸蛋的时候 总是不成型或者不够滑嫩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水蒸蛋的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鸡蛋的数量你也可以根据家里人数来准备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用筷子把鸡蛋打散 我们在蒸鸡蛋羹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放一点盐 因为食盐具有快速凝固蛋白质的作用 可以使鸡蛋快速的定型 这里我们可以多搅拌一会儿 将鸡蛋彻底搅拌均匀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才会更加的细腻嫩滑 搅拌至像这样用筷子挑一下 没有结块 非常丝滑的状态就可以 下面我们准备同样大小的碗 往里面倒入40度的温水 鸡蛋和水的比例是1比1.5 将它们放在一起是为了做出对比 这样看起来更加直观 比较好把握水的量 现在我们把温水慢慢倒进鸡蛋液里面 把鸡蛋和水充分搅拌均匀 我们在蒸水蛋的时候用的水一定要是温水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才更加的鲜嫩爽滑 搅拌均匀以后我们用一个滤网 把鸡蛋液过滤一遍 过滤出里面结块的鸡蛋和小泡泡 这样我们蒸出来的鸡蛋羹就不会有蜂窝 接下来我们用勺子把表面一点小泡泡给它咬出来 处理好以后我们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开大火烧开 现在水已经烧开了 我们把蒸屉放进锅里面 然后把鸡蛋羹放进蒸锅 在上面扣上一个盘子 防止水蒸气滴漏进去 盖上盖子蒸10分钟 这会儿我们需要改小火 因为大火使鸡蛋受热不均匀 导致鸡蛋容易散化不成形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放碗里面备用 现在10分钟过去了 我们可以关火了 注意先不要把鸡蛋羹取出来 关火后让它在锅里面继续焖5分钟 这样焖出来的鸡蛋羹才更加的鲜香嫩滑 现在我们把它取出来 用小刀把它竖着划几下 再横着划几下 这样方便食用入味哦 往里面加入半勺香油 把它涂抹均匀 最后撒点葱花 喜欢口味重一点的也可以加点辣椒油和生抽哦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蒸出来的鸡蛋羹真的非常的鲜香嫩滑 像豆腐一样 不散花鲜嫩Q弹 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